18号下午3点47分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走进总统府 一分钟前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也来了 蔡政府突然大开绿灯让民间买疫苗 那为什么要卡郭董17天 从6月1号永龄基金会递件申请 却因为缺原厂授权书被卡关 一直到了6月19号 政院突然同时授权鸿海和台积电去买BNT 还曝光6月10号台积电就提申请案 这一切难道都为了分散郭台铭光环 同时间市场也传出欧盟积极向台积电 召首设厂地点就在德国东部 台积电有了地缘关系能接洽德国BNT 让外界多了晶片换疫苗的想象 台积电的晶片加上鸿海通讯设备 在全球供应链上举毒轻重 既然可以用政府授权解套 当初为什么要用八大文件一路刁难 强强联手买疫苗 台积电被动浮上台面 政治阴谋论也挥之不去 记者吴俊宇曾经以台北创报道 选择 ki 平兒 替我 强联手 庾 动 Gerade